哈喽 大家好 我是Jovia 我是露露 今天呢 有个周末 那我们就带大家去逛一下 在伦敦的小威尼斯 那我们就出发吧 现在呢 我们走着走着就来到了 Abbey Road 告诉大家 这里有个什么 有个什么 你想说什么 小朋友 你是否要到 我好 那Abbey Road上面呢 有一个人行道 那这个人行道呢 就是Pito是当年专辑封面的那条人行道了 没错 就是那个四个人 横行发道在那里走的样子 就是因为呢 他们的工作室就在旁边 就是这里啦 门口呢 也是有很多涂鸦 然后它里面就是他们的一个录音室 路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这个呢 就给我好专业 那这个呢 就是Pito式的纪念品店 大家给他们的门口发了很多爱心 也是歌迷们对他们表示的喜爱之情 那门口有很多涂鸦 感觉是各国人民在上面可以乱写的样子 那是合法的吗 应该合法 我们走进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就是一个纪念品店 有很多人都刻他们自己的名字 感觉在这里打卡的样子 有一种到此以后的感觉 大家来之前可以先看一下 我们要看营业值是多少 是早上10点到下午的5点之间 这个呢 就是大美丁影的录音室啦 门口看上去其实好简单哦 你有没有觉得 有像人家家里的感觉 不像是一个录音室 大家可以看这个墙子很稳气 因为他们以为这个墙也是可以除药 所以上面有很多人写了一堆东西 然后他们说不得已 工作人员是在这里放了块牌子 上面写了请到隔壁的墙上去写 没错 我们刚两个人已经走完 这条大名电影街道 这个录音室呢 是处在伦敦的西北边 大家如果来伦敦旅游啊 有时间空余的话 也可以来这里看一下打个卡哦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小威尼斯了 我们一路逐步走过来 大概走了快40分钟 对 随着逐步解封呢 这里也是越来越热闹了 感觉大家已经开始在野餐啊 和一些pub的外面 汉澳了 感觉这是一个伦敦里的 世外桃源 没错 一片祥和的感觉 有可能是不太会来这个地方的 因为呢 这里有一条设征运河 所以这里也得名于此啦 叫做小威尼斯 设征运河上的 这些船只呢 都可以在上面用餐哦 往旁边去呢 就会有一个下沉式的广场 就可以坐一坐 然后跟朋友一起 喝喝酒啊聊天之类的 现在呢 我们已经跟我们的好朋友 Alex 会合 通话吃我死 现在呢 我们已经跟我们的好朋友 Alex 会合啦 那我们现在准备在这里 坐一会儿 然后可能坐点东西 然后我们到旁边去走一走 说嗨 嗨 怎么让我打招呼啊 嗨 嗨 我一下就去Sansbury买点酒 然后我们待在广场上喝 那我们走吧 张璐要喝绍兴酒 大家看一下 哈哈哈哈 喝吃满意 哇 这里广场真是非常的猫面 在超市买完酒 就可以直接到旁边去吃 是不是 是 超级适合来野餐 然后你什么都没带 然后你就直接可以来自己准备 我以前本科学生间 Cheers 我们爱总什么 只喝只有百分之多少 四的酒 五 哦 百分之五 很骄傲的嘞 我的百分之十一点五 我要醉了 我待会儿 我的肩子 是大学的 喝完一顿含药 你们两个 它是一个从北极来的 热带来的 为什么像三个鸡肉吃的 鸡鸣一样 还在脸 咋 我们这个背景 感觉像劈上去的 有没有 那我们现在已经在台阶上 休息完以后呢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 有没有哪些pubs开着的 我们带大家去逛一下哦 走吧 我们现在三个人像傻子一样的 刚刚在那里 跟帕丁对熊合影 大家有看过帕丁对熊吗 可以在留言处告诉我吗 我现在排队准备去这家餐厅 上面看一下 可不可以坐下来 因为我现在稍微太阳下山 快下山以后呢 有点冷 我们想坐在有阳光的地方 这家餐厅由于太热销 所以就已经订满了 我们再往前走走看一下 还有哪些pubs可以 与我们的容身之处 一小时之处 现在呢 我们在小威尼斯 然后找一家餐厅 就坐下来 这家餐厅叫什么名字 Boodog 叫Boodog Boodog 资料 IPM 是很有名的一家 墙面推荐 还有它在炸鸡 是我在全英国吃的最好吃的 艾佐很懂啊 是英国连锁的吗 对 在英国各个大城市都有 墙面推荐哦 好的 那我们把名字打在这里 这家餐厅呢 应该是我们在lockdown之后 进入的第一家餐厅用餐 是不是 我们只有三十个人 没有出去 一般 下进来的时候呢 都很安全 因为让我们有 scan一个奥维码 然后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就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话 他就可以找到我们 干杯 干杯 嗯 不错 我这个还蛮香的 有点像喝中 哇 那我这7%的酒精 不就多一个点吗 好喝吗 难喝 多难喝 不是苦是酸 酸到我还吐了 好喝 这个好好吃 炸鸡一定要配配 所以 Cheers 我觉得这个鸡肉很脆 然后这个酱 就变得酸爽 它鸡肉是很辣的 Baccalo的sauce 然后再加上 沙拉的这个酸甜的酱 综合在一起 就是乳味丢肉的酸甜的酱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 关注和收藏 我是露露 我是Zilla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